這個是產發局的內部同仁傳給我的訊息 他說當時就是有這個辯條 而且就是市長有交給林重檢局長 那我還問說 所以是辯條子 還不是批示在當時頂月的這個陳情書的簽文上 他說對 當時就是一個辯條 但是目前沒有辦法提供 因為已經進入了這個司法調查的階段 那陣風處也不讓他們來提供這樣子的一個內部 所以在在的都顯示 柯文哲下片條子是事實 而且是跟著沈慶晶 映小威 他們的協調會的節奏在走 那我們就要問 為什麼柯文哲 你說你事前都不知情 但是現在證據跟證人的公辭 一一的浮現的狀況之下 你要怎麼樣子來自圓其說 你今天擔任八年的市長 你感覺你像一個皇上 然後去下片條子去要求一個與法無據 甚至會導致我們基層公務 與同仁犯法這樣子的疑慮 誰願意幫你承擔這樣的責任 你錢又沒有分他們 責任卻要人家卡 這樣子公平 柯文哲只要一開口都在說謊 只要沒有被人家發現 他以為沒有人知道 那由此可知 他去逃租影院 根本不只選後一次 是在2023年就已經去過了 那現在我們當然也懷疑 你會不會是在市長的任內 2022年年底以前 你就私下跟省慶經碰過面 因為柯文哲你現在的否認 社會大眾也沒有辦法相信你 那我們相信檢調單位約詢證人 包含調閱相關的資料 未來真相一一的會浮現出來 對於柯文哲前市長 有叫慘發局 這個下了一個memo給慘發局 告訴他們快就好 這樣子的一個變條子 也確實就有這件事情 這個是慘發局的內部同仁 傳給我的訊息 他說當時就是有這個變條 而且就是市長有交給林崇解局長 那我還問說 所以是變條子 還不是披示在當時頂月的 這個陳情書的簽文上 他說對 當時就是一個變條 但是目前沒有辦法提供 因為已經進入了這個司法調查的階段 政風處也不讓他們來提供 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再來 他是什麼時候下了這樣子的一個變條子的 他說110年11月1號 金華城的案子 細部計畫公告實施之後 頂月來韓請慘發局接收回饋的空間 但是當時慘發局的評估認為有困難 所以呢 柯文哲就去下了這個變條子 要求他們接收而且越快越好 那整個完成的時間就是在111年度的2月 回韓同意接收 所以就代表說這件事情是真實的存在 我給大家看一個時訊表 這個是當年110年度 印曉威議員他在9月6號的時候 有召開第四次的協調會 但是當時9月9號才要開783都委會議 但是他在9月6號也就是都委會的前三天 他就開了這個協調會 會議記錄寫道 針對金華城申請依都市計畫法 第24條規定的系部計畫案 如果今完成法定程序 其相關回饋措施後續必須要相關的單位 都能夠協助辦理 那我們不禁懷疑都委會都還沒有召開 你們怎麼協調會 就已經在討論相關的回饋設施 要市府的單位來協助 那麼有把握 難道是已經知道都委會一定會通過嗎 請問是不是內神通外貴 你們根本就是一條龍的服務 再來到了11月1號 這個系部計畫公告之後 柯文哲都已經合定了完成了 到了12月15 應小微議員又召開第五次協調會 這個協調會就是在討論 產發局必須要把所謂八百平方公尺的回饋吞下去 這邊可以提供相關的會議記錄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12月15號出席的人包含了產發局 包含現在整個金華城案非常關鍵的證人的角色 邵秀佩再來都委會 劉秀玲也就是當年在都委會擔任直密的這樣的角色 他的會議記錄的內容就是要求 產發局呢必須基於本市產業發展 有專業考量及需求 劍請陳情人本於企業責任 社會責任 因盡速跟產發局加強溝通協調 但是當時其實產發局的同仁評估 這樣子的一個清創的地點 並不符合他們的需求 而且接收了之後 他們必須要負擔管理的責任 這樣子未來很有可能會變成一個蚊子館 因為那邊沒有辦法形成一個產業聚落 恐怕也沒有辦法吸引真正的清創的產業進駐 所以他們是有疑慮的 所以就是在12月15號 應小威開了這個協調會的前後 柯文哲收到這樣子的一個領域的陳情 所以去下了這個memo這個便條紙 要求產發局必須要接收這樣子的一個清創的用地 才會導致今天有這樣的結果 所以在在的都顯示 柯文哲下便條紙是事實 而且是跟著沈慶經 應小威 他們的協調會的節奏在走 那我們就要問 為什麼柯文哲 你說你事前都不知情 但是現在證據跟證人的公辭 一一的浮現的狀況之下 你要怎麼樣子來自圓其說 過去柯文哲都講說 陳佩琦是組長他們家的金流管帳的大帳房 那現在陳佩琦面對檢調的公辭 四次反覆 那顯見這個就是心虛 沒有辦法交代清楚的資金來源 那我們在檢視最近陳佩琦 他所說的所有的話 那也不難就是知道說 為什麼他跟柯文哲 一定要把責任推給同政生 因為有可能陳佩琦 他涉入其中這樣的程度 可能也超乎我們的想像 或許他也知道 這些資金的來源從何而來 只是他們不願意承認而來 陳佩琦剛剛您提到說 因為之前鼎月要求 他們會要做成新創基地使用 然後還說要求未來 需要付物業管理費用 當時產發局就覺得不對勁 可是柯文哲卻說 會不會要快點處理照單權收 會不會覺得就是 他們開什麼單 柯文哲就收什麼關門 這樣子要求產發局 要把八百平方公尺的回饋 吞下去以外 甚至還要求說要有物業管理 等等相關的費用 再在的顯示 金華城審慶金這些人 就是貪得無厭 要了還要要的更多 完全不想要吃虧 但是柯文哲又一昧地去配合他們的要求跟陳情的內容 這樣子讓我們的基層的公務員 公務員的同仁 然後驚心膽跳 可能要擔心未來要坐牢的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才會 紛紛地把當時自保的證據提供給檢調單位 或者是對外釋放出這樣的訊息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台北市的公務員都是經過合格的國家考試 甚至是我們全台灣最優秀的公務員都在台北市居多 那你今天擔任八年的市長 有些物理資金 然後製造這個資金 甚至說他在ATM存 每次都幾十萬 這個是以前的資金 第一個陳佩琪他當時公稱說現金的部分 部分都是由柯文哲給他的 但是他卻沒有詳細地去問柯文哲錢從哪裡來的話 難道陳佩琪去ATM存錢每一次十萬塊那麼高額度的錢 變成他的日常嗎 而且ATM的存錢大家都知道是有美日的限額 那你陳佩琪為了要存這些錢你到底要跑多少的ATM 這個都是違反我們一般常人的習慣 那顯示他們這樣子做就是有目的性在規避金管會包含銀行的監督 我們有洗錢防治法的規範 所以再再的就是顯示說他可能就是配合柯文哲所拿到的這些不明的金流 然後把他存到相關的帳戶裡面去 這已經是涉嫌犯罪的行為 所以未來我也認為陳佩琪有可能會有證如轉費到 然後問一下議員怎麼看說 因為之前柯文哲是說他只有在數後去過一些逃租影院長 但現在又被爆出說他其實在選前的時候 然後9月30就有不去而且還是單獨過去的訪客節目 然後現在大家也急於說是不是其實根本不選一次 這個都顯示柯文哲只要一開口都在說謊 只要沒有被人家發現他以為沒有人知道 那由此可知他去逃租影院根本不只選後一次 是在2023年就已經去過了 那現在我們當然也懷疑你會不會是在市長的任內 因為2022年年底以前你就私下跟審慶金碰過面 因為柯文哲你現在的否認社會大眾也沒有辦法相信你 那我們相信檢調單位約詢證人包含調閱相關的資料 未來真相一一的會浮現出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